管委會人員與信仲 人手一駐清香 前程向神明上香致意 因為順心宮原先廟宇過於老舊 而且也曾遭受助容之災 基於安全考量 在信徒集資構地之下 廟宇才得以重建 廟百多年了 住在一個土甲村 百多年了 我們也是在 這個是迎付王爺 王爺公 都找不到嚴格 我們也一直在找 也去那大陸找 到現在找不到 也是繼續在找 找我們的歷史 迎付王爺歷史 那因為這個重建之後 所有這個程序完成之後 我相信 它不僅帶來我們地方 更每個人保庇 我們地方這些事大事 所有的工作上都更好 更平安 管委會表示 順心宮供奉的是英府王爺 是學田裡一代信仰中心 而新廟三年前落成 為了能夠重新安頓 被破壞的地契 因此廟方也在五號這一天 遵循古禮 舉行安隆蟹土儀式 向四方神明答謝保佑 功成順利 我們蟹土像今天 像這個廟 它要蟹土 另外呢 我們還要做安隆 隆是管財 所以隆就是管水 水隆水隆就是管財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安隆 所以像今天我們就是 讓大家不要那麼複雜 祝賀順心宮 新廟落成 不少信眾 特地趕來共襄盛舉 同時也希望 在英府王爺的庇佑之下 地方能夠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記者賴秋風台中採訪報導 祝賀順心宮